那朗東我請教 因為你相對比較年輕 我要看一個部分 像蔡振元在那裡畫 說坦白你不是傻瓜的人 你比較不知道說 那個到底經費是什麼 所以他告訴你說 剛剛益川哥有提到 那一千億可能是勞健保 還有油電的這個費用 另外還有一千億呢 說坦白我覺得這個 他可能要好好再溝通一下 加強韌性經濟方案 我也想要知道 什麼跟韌性有關 什麼是放在這一筆一千億裡面 那這裡這一塊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要發現金的這一塊 可是他說還要有一個部分 是要預留的 可能是不時之需 那你要預留多少 你去合一合 到底是多少 蔡振元前立委 他是講說這個操徵的稅收 根本是總統亂花特別預算 我覺得他真的 他不是來行的嗎 他以前當過立委 怎麼會講這麼外行的話 那不管他的重點在於 他就拋出了一個說 先發一萬塊啦 比較務實合理 那我看到有一篇 我們如果以臺灣的人口 我們應該是兩千三百 六十萬人口來算的話 那一個人如果是一千八百億 我幫他除了之後 大概是七千六百塊錢左右 可是七千六百塊錢 你還想可能 有沒有什麼行政開支 不是說要預留不時之需嗎 那我用一個假設 我現在還沒有公布多少錢 假設朗東 你如果領到一個政府給你的五千塊 或是六千塊的紅包 你心裡面會不會覺得好過一點 還是怎麼樣思考 還是會比較開心 其實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整個心中的大石都放下來了 你有什麼大石頭 真的 因為在這個整個選舉之後 就覺得民進黨大敗 心情都很沉重 而且氣勢也沒有上升的一些機箱 萊營都在想說誰要選總統 好像每個人都會選上一樣 那大家心情就很沉重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因為疫情的這個衝擊的這個關係 受到的一些影響 會造成這個政黨輪替的一些現象 那在臺灣 雖然我們在疫情防疫程度 做得不錯 那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我們經濟成長率都很高 可是光看這一次所謂的操徵 那再解釋一下操徵的意思 根本不是蔡振元在那邊胡說八道 講說是什麼亂編特別預算 那就是政府先預估未來一年 他可能會收到的稅收之後 去編支出 那結果因為經濟很好 所以說他的稅收就增加了 就會有的操徵 那這個也沒有 那還稅移民也不是說 直接還給繳稅的這個人 所以還稅移民這個說法 並不是不夠精準 因為這個稅收有三千多億 三千兩百億是來自於 這個綜合事業所得 所以就是比較大型的企業 他們在繳的 意思是過去一年當中 其實過去兩年企業都有在賺錢 大部分的中型跟大型的企業都在賺的 而且還賺的比預期多蠻多的 但是就像前面這益川哥所說的 有一些他沒有保勞健保的 甚至有一些還有負債的 他也不敢老保健保 要不然會被追逃 會被強制執行 有很多甘苦人 還有一些攤商 他們生活受到衝擊 那因此就會蠻需要這筆錢 那這些族群 他們平時也不一定是這麼常關心政治 可是選舉的時候 泡感覺 感覺我最近這兩年生活過得沒那麼好 有些怨氣 所以說這個票就投給這個反對黨 就投給國民黨 這當然是不太理智的這個行為 但是我們不會去苛責選民 因為其實人民的感受也是蠻重要 因此這個紅包 我覺得那就是個喜氣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講去年 從二零二一年開始 臺灣經濟成長率是破十一年紀錄 我們不是說我們防疫成績好 是因為我們經濟成長很高 全世界都在降 我們都在高 結果我們這時候又說我們沒有錢 我們不能發錢 很多人都覺得說我荷包沒有增長 那沒有辦法感染到這個整個經濟成長 防疫成果的一個喜氣 所以這個紅包一發下去 我想不管是五千塊 六千塊 其實多多少少 大家心裡面那個感受 都是會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是一個很直接的錢 至於有些人他覺得說 他不需要這筆錢 那你可以捐出來去贊助國防產業 或者是說去捐助給這些弱勢 全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蔡正元這些說法 其實根本不用管藍營講什麼 如果發下去的話 過年之後我想整個對蘇院長或是蔡英文的支持度 都會有所提升 我請教東豪哥 要怎麼樣一個快馬加鞭法 因為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如果說國民黨這民眾在那裡話說 我們就是全力支持 那最好就是在這個臨時會 一月十三號 我們就讓他過關 應該也沒什麼難度吧 如果朝野有一樣的共識的話 如果如果朝野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力量黨團 因為版本其實不難 特別條例 這個錢一定要用特別條例 先講 所以要法律要有依據 是這句話 因為你過去在發消費劇 那些多少特別條例 從馬英九總統 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一個 好那剩下不到十天 你要扣掉兩個禮拜六禮拜天 你可以立法院可以用的時間不多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需要柯總召 找國民黨的黨團總召 坐下來很快 三長坐下來 就把議程決定好 淨賦二賭 然後現在是行政院提出一個版本 要發多少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必要 立法院其實無所不能 必要的時候 萬一十三號來不及 我可不可以再延個三天 可以啊 你超好就好了 只要兩黨坐下來 談好就好 但是這中間就是要有戶型基礎 你不要假設 行政院給的是三千六 你這邊一下子說 我要變五千六 這樣就更廢棄了 千萬不要搞這種事情 因為不是你的稅機 有的 你的比例就是這麼大 你不然要做大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那麼贊成 發這個陷阱 你不贊成 我本來是不贊成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有注意 你從元旦開始 你如果注意看那個 國外的外電的話 像RF直接跟你講 全世界經濟的三大引擎 美國 中國跟歐洲 都不好啊 只有美國好一點 他們甚至講 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可能從二零二零年開始 有史以來 四十年來第一次 低於全球平均值 今年一定低於全球平均值 剩下一個美國會比較好 所以今年上半年 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不管怎麼講 你願意 既然你願意 願意發臉錢給大家過年 如果過年前叫紅包 過年後 我不曉得叫什麼 這就是 這個就是政治的問題 這就是 心情 這就是感到 那怎麼發 很簡單 就是剛才講的 兩大黨團的總召三長坐下來 先把程序喬好 所謂的這個 這個特殊 特別條例 特別預算的條例 這個舊的版本拿出來 該該 為什麼 最後只有剩下一件事情 財政部要 財政部跟國外會 國外會他們要精算 我要留多少錢 剛才講的那一千億人 任性 任性經濟 一千億為什麼不能全部花完 一千億是處理企業 中小企業 一千八百億你要留一些幹嘛 萬一無薪假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補貼 講白話完就這個樣子 這個半年 這半年很關鍵 就是這麼簡單 它沒有很複雜 董浩哥應該也是有在發 董浩哥說 我有讚聲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的政府 包括國發會 包括經濟部 你要預估 你說預估 明年我們衰退多少 所以我們會減卻多少 所以那條錢流 問題是這個數錢流都沒跟大家說 我跟你講現在沒辦法是怎麼樣 歐洲到底真實的狀況會怎麼樣 中國真實的狀況會怎麼樣 為什麼特別要講中國 畢竟我們雙邊的經貿數字 實在占比太大 中國沒辦法孤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講白話文 我會拜託習近平 這個時候要努力一點 把中國的狀況穩住 我們就是雙邊依賴 這一次 大家會拿到一個紅包 會爽一下 可是後面二月 二月 二月初就回來上班 二月到六月 大家陪在頂上 其實兩邊的宿客 都是要宿客 但是因為這個政府來講 他們想的會比較方方面面 比方有一塊 我看到有人在質疑 就是說 憑什麼 老保健保 什麼要用這筆錢來出 就有人有意見 那還有人講說 那為什麼 台電的這個電價 那個油價補貼 為什麼又要從這邊來出 你這個餅就這麼大 我看到苦林大哥 你的想法是 你也是好像比較像 偏這個動浩哥的這一塊 沒錯 可是我們先鎖定在 油電的這個部分好了 如果油電不從這一筆錢 出一塊出來的話 會出現什麼狀況 對 所以 因為不好意思 我是讀中文系的 至於哪個學校就不要說 太丟臉了 好 我們中文系的就 你現在想說你數好幾百年 那個超收 這個話就不對 如果你本來是6%的稅 你現在給人家課8% 那叫超收 我現在是收比較多 我並沒有增加你的稅 是你看看錢 你賺得多我才收得多 所以這根本不叫超收 他覺得超的就要還人家 然後第二個還稅 漁民也不對 剛剛宇朝老師碰到我說 苦力還我錢 我說我又沒有欠你 幹嘛要還 同樣的我們有 政府有欠你人民錢嗎 沒有 沒有為什麼要還稅移民 所以這個也不對 大家都剛剛都講得很清楚 除了全世界 全台灣的除了賴斯堡 大家都知道 你有的時候政府會超收 有的時候會短收 那如果超收都要退 不能養成這個壞習慣 大家造成這個觀念 超收就要退 那明年短收 大家要不要補 每個人在補3000塊 那不瘋了嗎 對不對 而且超就算要退 也是退給交的人 那證所稅多收了 那我還給買股票的人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幹嘛要退給我們 沒什麼事 所以這個是講不通的 那更何況你剛剛講的 台電的補 台電1700億 終於有2000億 這些錢 好啦 你說我為什麼要補貼 還不是政府補貼嗎 你不是在用電嗎 你左邊的抽屜不補貼 右邊抽屜也是補貼 也都是你爸爸的錢 不然是誰的錢 所以這個本身 政府並沒有占人民的便宜 大家不要光想到 政府占人民便宜 政府在拚命幫人民貼錢 為什麼我們的通膨 沒有人家那麼高 沒有歐洲到10% 10幾% 就是因為油電壓著 就是因為政府在貼錢 這敢於幫你貼錢的時候 在負債的時候你都不講 現在稍微多收了一點錢 你就吵著要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大家不懂 人民不太懂就算了 可是這些民意代表 這些人居然就煽動人心 然後勒索政府 你這政府不給錢 我就要讓你倒了一樣 那好嘛 那不要說兩萬 三萬 我們現在就宣布 明年索得稅 大家全部不要繳 好不好 一定大家都贊成 我懷疑不用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小英為什麼講的話 讓我們聽不懂 因為小英的意思就是 這個錢是不該發的 但是不得不發 已經搞到這樣了 所以光貢不擋財路 所以我現在也不敢反對了 但是我是不贊成 我不贊成全民共享 又不是U-Bike 什麼全民共享 對不對 我就可以過 那你這個錢 你就來幫助 譬如說假設我拿到這筆錢 我一定 我捐給 我就現在講 捐給黃月衰老師的 擔心二種集體會